机动车电子驾照终于来了 很多人都有这个 在开车的时候忘记带这个驾驶证的经历 我以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事 出差呢很想开别人的车 但是驾照忘带了 驾照忘带了那车就开不了啊 所以这是遗憾的事情 而前段时间呢 上海已经推行了电子驾照 所以我的这个驾照就安安心心放在家里 带着手机就开车出门呢 但是有时候呢一不小心 出事了 就出城市了 到了江苏啊 到了其他地方 总觉得要是被警察叔叔拦下来 挺麻烦的 后来呢 长三角市地区 整个江苏浙江都 还有安徽啊 都跟上海一样互认这个电子驾照 这下就好了 所以你将来在长三角开车都没问题 现在又有新消息了 9月1日开始了 如果你通过12123呢 获得这个电子驾照 你就可以在全国二十八个城市 都可以顺畅的 无纸质驾照 驾车了 因为你的手机上就有这个驾照 大家也会认这个东西 警察叔叔也会用这个东西来判断 你是否无证驾驶 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措施呢 能够尽快的覆盖到全国 这样真的是不用带驾照 一个手机在手 走遍天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